我期待的就是比较重点性的回应 如果是属于比较细节的部分的话 我会交代我们同仁 把他用书面的整理来送给各位 第一位就是李日记先生 蛮多的就是质疑了这个适用的法令 还有规避环凭 还有留地了这个80% 那我过去是公务员 那我过去也受理很多不同的民间团体 申请什么申请什么 当然不是申请这个 但是呢依照公务员的服务 你受理任何民间的申请 你一个是时效 你不能怠惰 第二更重要的 你不能为法做所谓的这个决定 我相信我这边以我的身份已经不适合 继续的审议这一点我想说明尤其是这个地方的留地有80%都会坐在这里 是留地还是不是留地都会很清楚 如果这个地方有80%是优地的话 优地就是什么 优地就是卡白顺残了 这里可以建卡白顺 各位很清楚 我想实相跟名相不要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那实际希望的是未来能够更好 我刚刚也说明过了 并不是执着说一定要开发 而是说重点 第二也是李先生所指教的 要对焦 我欢迎您 因为今天有太多不特定的不同单位的消息 我不能说我讲20分钟 你讲20分钟 然后怎样 我欢迎您比如说有一天 如果李先生您的守护联能 举办一个类似这样子的 我绝对不会逃避 我会过去跟大家讨论 绝对是对的 绝对可以聚焦 绝对可以让 您讲30分钟 我不必要30分钟 我讲3分钟就好 我可以不对等 但是今天的场合不一样 所以请各位亮 那时间我有没有事先告诉各位 上一次我公开道歉 你认为三天不够 我公开道歉 可是我这一次已经是一个月前通知了 如果你认为还不够 那要多久 你告诉我 下一次你通知我的时候 也比照对的一个月前通知我 我就过去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就事论事 那另外就是蛮多的 有关技术细节的部分 那比如说像这个土地的物质 这个农机率的部分 我不想报告这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你说了一下